在2018年有一部神奇的后宫翻 爆肝工程师的一世界狂相聚 男主说后宫的条件竟然低到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哪怕是个人造人也照收不误 但最基本条件还是有的 那就是得长得好看 那么这部动画的男主究竟找了几个后宫 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由于本剧角色会多到让你怀疑人生 所有偶尔会采用头发颜色等外貌特征来描述 以便让各位观众可以看得舒适 男主佐藤是一位程序工程师 每天都有着高强度的工作 再一次爆肝杆工的空档决定小睡一会儿 结果睁开眼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世界 而在仔细观察后 发现这个一世界好像就是自己开发的游戏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但此时的他确定就是置身在游戏世界中 查看资料发现自己只是等级一的冒险家 在打开地图搜索时 却发现前方出现了300只高等级的怪物 他们看见佐藤后就立刻发动攻击 情急之下的佐藤忽乱使用了身上情有的三个 一次性技能 顿时流星雨降下所有敌人基本都被消灭了 佐藤的等级也一下子达到了三百一世纪 龙傲天之旅就是这样展开 发现自己没有登出界面 也不知道回到现实的方法 所以佐藤便决定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寻找一番 于是第一个后宫绿毛就这样被他给收下了 只是简单的一次英雄救美就俘获了绿毛的芳心 虽然被绿毛伙伴怀疑身份 但是将等级隐藏起来 并且迅速点满了辩解技能的搪塞过去 因为就下绿毛 所以佐藤暂时可以留在城里生活 在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一位带球众人的女孩就强行 要带她去自家旅馆留宿 而在旅馆里 他了解到了城镇有着贤明的阶级制度 兽人是整个城市最低级的存在 不过 男主后宫却就是加入了三个兽人 因为一次在和绿毛外出时 看到了两个兽儿娘和一位叫丽莎的女男被居民欺负 佐藤看不下去了 早出了罪魁祸首问罪 但是对方却是被魔族附身的傀儡 眼看被人揭穿 魔族怪物也没有隐瞒 立刻从傀儡身上飞出 然后放出了一个魔法阵 将周围的人都给带到了黑暗迷宫之中 而绿毛在看到魔族的出现后 对先去寻找援军而逃过了一劫 至于兽儿娘和丽莎则跟佐藤待在一起 他们想要出去就得完成刚触发的迷宫任务 可这里的怪物在佐藤面前都是小意思 但是他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还是陪着兽儿娘和丽莎打怪炼击 一路上基本不存在危险 倒是像极乐的我公老婆带着两孩子 按道古墓旅行冒险的吉士干 你说这是一世界冒险当我三岁小孩啊 很快龙套群也就出现了 他们是男主顺路救下的人 其中一个人手剑打开了魔盒释放出了魔族 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大战一触即发 魔族更是群体嘲讽到所有人都互相残杀 佐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再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死去 所以他很刻意地假装掉了陷阱 拿在陷阱里戴个面具伪装一下 便出来大杀死方 可是魔族竟还有一个大boss才刚刚出现 佐藤有些困扰 因为因为 因为他不知道该用哪个技能 才能不那么直接的杀死boss 最后选择了一个小火球 却引发了即将的爆炸 但他庆幸boss没有被杀死 最后再帅气地补上一刀 迷宫令物达成 而社伟良和迪萨也正式通过契约 成为了佐藤的奴隶 而佐藤并没有将他们当成奴隶 并且还从老板手上又买了两个奴隶 露露和亚丽莎 现在算一下 拦出后宫就足足有了六位 而因为阶层关系 所以在被买回家的第一晚 露露与亚丽莎就打算给佐藤事情 但是佐藤却拒绝了 这样亚丽莎和露露都很感动 于是亚丽莎在夜晚决定暴打佐藤 使用了魔法魅惑和佐藤 但佐藤却识破了这些伎俩 欲行故纵玩得他是贼溜 于是亚丽莎便不再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想法 当场大声告白了佐藤 从第一眼就爱上你了 虽然没有对亚丽莎做什么禽兽行为 不过就从亚丽莎嘴里得知了 他的身世 难道这个异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是转生者 在前生世界死去后降临这里 还有一种是转移者 就是通过魔法召唤而来 所以亚丽莎前世是个日本人 而佐藤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两者 然后没多久后便迷迷糊糊糊的睡着了 直到隔天绿毛进屋后 才发现两连同床共枕 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过别忘了佐藤可是拥有便捷 等各种满级技能 只需要点满技能 便可以随意糊弄过去 虽然他真的没有对罗莉亚丽莎 做什么禽兽之事 但终归不能让后宫失货嘛 佐藤在这件事解决之后 和绿毛等类约会一番 便赶紧给这些后宫寻找住所 除了途中出现一些小喽喽 袭击一下村庄 佐藤的生活基本就是 池和拉萨 顺带 泡妞 已经有了六个后宫 但显然编剧还不满足 在一次回旅馆的途中 佐藤意外救下了一位少女Mia 而说到这个女孩可是大有来头 她是超西游的森金种族 之所以会出现在这 是因为被一个叫魔术师的人给拐走了 Mia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却也需要休息 而且魔术师还没有放过Mia 更是突然出现在旅馆 打算带走Mia 310机的佐藤本应该是 看比游戏的GM存在 但是这一次面对魔术师 竟然摆下阵来 Mia就这样被魔术师 给带到一处叫摇篮的地方 佐藤想要救出Mia 就得需要按照魔术师的规则来 闯过摇篮就能见到Mia 并且和她对决 但是摇篮这个地方却足足有200层 必须一层一层往上打 但佐藤来到摇篮这个地方后 觉得似曾相识 于是找到了一个房间 见到一只转轴暴露的魔精灵 在给对方传输一点魔力之后 意外解锁了帮助魔精灵的任务 达成任务后 佐藤直接被传送到了100层 照这个速度下去 很快就完结洒话了 但显然编剧还想再继续水几几 于是就只能给佐藤继续添加后宫 开刀我说过的燃造人美女 就变在这个时候出现100层有三个燃造人美女 她们没有名字只有数字 因为佐藤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一个巨型燃造人 所以5号6号就赶紧逃跑 只剩下7号拖住佐藤 可是无济于事 一招就被佐藤给打晕了 这个时候佐藤本应该加速前进 毕竟还有一百层 但是佐藤这个亚萨西的境地7号 找了个休息的地方 随后才赶紧继续闯关 不过下一秒却又遇到了一只木精灵 我懂我懂 所以佐藤直接就被传送到了180层 剩下的20层用几个画面叙述下 佐藤就这样来到了魔术师的面前 而魔术师的真实身份竟是不死之王 之前逃走的5号6号突然出现 还带着1号2号等人出了7号 这一次佐藤并没有心思手软 前一秒还细心呵护7号 下一秒就对其他人造人下狠手 你看这些小女孩个个流着鲜血 你不心疼吗 流血 难道他们不是人造人吗 可这些并不重要 因为最后一个倒地的人造人 竟然祈求佐藤 帮助他们主人完成心愿 而主人不死之王有一段很凄惨的过去 他本应该是一个死人 不过却因为神的原因而转生 结果重生后的他却还是重蹈覆辙 妻子被贵族看中 而不死之王则被无辜处决 神又一次将他复活 不过这一次他却只看到了家人的尸骸 他最终选择报复 灭掉了贵族 本来想要转生 却发现自己被诅咒 无法死去 而他希望可以有人出现将自己杀死 目前能够做到的似乎只有佐藤 所以在佐藤杀死古傲天 阿腿不死之王后 眼前就提示任务完成 结果妖乱竟然出现自毁系统 好在蜜亚可以提供传送 但是佐藤却让蜜亚带着倒地的 人造人先走 自己再赶紧去找七号 然后再找到木精灵 让他送自己出去 好家伙 果然是个女的就行 完全不挑 不过人造人他们就很挑剔了 因为云泽性的问题 佐藤竟然只能带走一位 九个人造人进行了猜拳 最终还是七号留在了佐藤身边 取名娜娜 至于不死之王 拐走的米娜是为了什么 咱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佐藤还有新的任务 就是送米娜回家 然后第一个后宫绿毛 就这样被留在了城里 他跟佐藤约定 等自己弟弟继承家主职位后 就去找他 其他七个后宫 就跟着佐藤去往了精灵森林 所以为什么我叫第一后宫为绿毛 并不是因为他头发是绿色 而是真的太绿了 在原作小说中 据说他的头发明明是金色的 而之后的剧情 就是和七个后宫吃吃喝喝 然后开始真正的最大程度 来体验在游戏中的世界 后面这段剧情 基本只有喜欢玩游戏的 才能真正的感受到 其中的优秀 因为带路感的原因 所以会让观众产生 就像自己在玩这个游戏的错觉 例如那个便捷技能 如果夹到满机 你甚至可以睁眼说瞎话 别人都还信 而且在灵敏的游戏道具 特别是食物方面 简直就是非常用心 照着趋势 就算不写冒险题材 单纯讲述美食制作 也是可以继续下去 更别谈在打败不死之王后的那些 道具使用 以及生活技能方面的制作 其他动画 以游戏一世界为题材的犯罪 可能只是单纯的 以游戏穿越为展开 后续基本就是 彻头彻尾的一世界冒险 不过这部动画 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 本来就是龙凹天展开 但偏偏中期 为了迎合背景设定 身边的人都比较落下 佐藤不能过于显摆 于是这就成了变相 在削减佐藤 就好像你在玩英雄联盟 你队友超神的 身上有着一万金币 但是却迟迟不买装备 十分钟的局 就是要拖到四十分钟 然后还要营造出一种 你可能会输的状态 真的是 能量非常着急 但凡如果能像 仙王队长的练宠展开 或许就可以看得更加过瘾 虽然评分只有五点九分 但是整体观看下来 还是特别不错 这样少年就是喜欢 这种没太多内涵 但调调却特别棒动画 我觉得这部动画的名字 可以换成 顶级大佬 在新手村 虐财物语 而佐藤的冒险之旅 还没有结束 动画第一季 肯定没办法完结 还有一个秘密 我打算告诉大家 我不会告诉你 佐藤这小伙子 绝对有成哥的精神寄托 因为他竟然感觉 红楼享受 还说自己啥都没做 坏死了 不少看完后 从八个老婆中 各位小可爱观众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 九季年男孩 如果很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